海边密密麻麻挤满人 约荡等多国飞机 在加沙沿岸空投物资 其中一架飞机 不小心把物资丢到海里 二外的人拼命划船去捡 数百人挤在海边 争先恐后疯抢 许多人甚至拿武器护殴 就怕珍贵的物资被抢空 一些大人小孩看到物资 兴奋欢呼 露出久违的笑容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由于以色列军队的阻挡 一个多月以来 没有任何人到救援物资 进入加沙北部 加沙人饿到吃动物饲料 腐烂的玉米残兆和树叶 空前的粮食危机 导致五十万人面临饥荒 以哈停火协议变得至关重要 美国总统拜登最新表态 以哈有望在下周一 达成暂时停火六周的协议 但却被当事人泼冷水 以哈双方都回应 距离达成共识还有很大差距 而在乌克兰 士兵对着夜空子弹连发 击落俄罗斯五人机引发爆炸 乌克兰东北大臣哈尔科夫 则遭到空袭 大火狂烧摧毁十四栋民房 英国金融时报取得二十九份 外泄的俄罗斯机密文件显示 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标准 比公开承认的还要低 触发因素包括百分之二十的战略 弹道飞弹潜舰 三艘以上的巡洋舰 或三座机场被攻击时 俄罗斯就能使用核武 针对俄乌冲突 大陆外交部宣布 将派出欧亚事务特使 从三月二号起 访问俄罗斯乌克兰 欧盟总部等 展开第二轮穿梭外交 解决乌克兰危机 记者杨诗旭 吴家安报导